歡迎收看今天星期二頻道的台灣新聞 今天找了幾宗台灣的社會新聞 出了街那一種不會黃標的新聞 在台中市有個阿麻生爆爆發生什麼事呢 在去年在交通事故的時候 有個阿Sir稱呼一個五十歲的女人做阿麻 嘩 氣得對方生蝦地跳 就說我很時尚 為什麼叫我做阿麻呢 即是阿婆 阿婆 五十歲叫你做阿婆 有民眾透過電台 透過 Radio 聽到這一段內容 就是聽到別人這樣說 聽到別人發生這件事的時候 打去政府投訴 之後台中市警局發文給所有警務單位 只可以用四種稱為稱呼民眾 包括同學 小姐 女士 先生 即是以後只要叫五十歲的女人做小姐或女士 可能都可以叫做先生的 那時候民眾認為 打去電話 投訴警方的民眾 就說女人老了應該有同理心 無論是否知道年齡都應該用年輕的稱為稱呼 即是把女人廣告 即是把女人廣告 台中市警局提醒外勤單位執行各項勤務的時候 稱呼民眾應該注意適當的稱為 以免造成民眾不良觀感 維護警察形象 根據台中市警局交通大隊證實 已經採用了企業界的顧客分析管理 統一稱呼 四種稱呼 如果是年輕人 體重次學生 無論男女 統一稱呼為同學 年輕女性 統一稱呼為小姐 知心 括弧 括弧年長 女士稱呼為女士 至於先生 除了年輕學生之外 都稱呼為先生 我還未到先生 還是學生 看看第二單新聞 拆喊竹策策的新聞 作拆喊竹鬼呀 在新北市永和區 有個姓黃的男人 不是我 光天發日之下爬牆 闖入文宅 剛巧被附近鄰居捉到井 然後他又很害怕 又說 我有東西掉了在裡面 要爬進去撿 事後呢 就 面對警方呢 就說自己是 以為這間是鬼屋 進去感受鬼屋 進去捉鬼地說 否認偷東西 但他攀爬闖入人家家 被人家閉路電視全部都拍出來 沒得抵賴 那時候是一個光天化日之下 落罪無無雨 這個男人騎著共向單車一邊撐起雨傘 來到一個行仔裏面的一間文宅 他又奮不顧身啊 不理隔壁有路人走一走 即是來來去去 那條行仔是有很多人走來走去的 即是隔壁屋這樣 見他也是神 見他行為鬼屬啊 捉住個矮場往上爬 翻身爬到那間屋裏面 沒過多久 就從大門出回來 鄰居覺得這條人非常可疑 上前截低他 誰不知那個男人理直氣壯就說 我進去撿東西的嘛 不過鄰居覺得怎麼看都覺得很奇怪 還覺得他有點心虛 因為看著他駕駛駛單車走了 鄰居發現疑似闖空門 就打電話給那間屋的屋主報警 警方追如同線索 找到這個53歲姓黃的男人 不是我 他一開始又跟鄰居說 因為有東西掉進去 才要翻牆進去撿 但是面對警方的盤問就說 這間屋是鬼屋來的 要進去捉鬼啊 他帶不到那個警察 警察不信 之後就依照盜洩罪 拉去警察 記者回到現場看 那間屋就有矮房 矮即是一些很矮的圍牆包圍著 角落堆滿垃圾 那個門也都鎖緊 鄰居說 屋主平常不是住這裡的 有空沒東西做才回來的 疑犯就看準這間屋沒有人住才趁機下手 據了解 姓黃的疑犯過去有偷東西前夫和毒品前夫 今次就私闖文宅被人抓到正 就大包圍了 好了 再告一單 準備係新聞的新聞 怎麽這樣說呢 因為這幾天我準備去做一單新聞 不過不是我做啦 我去做可能會有危險啦 可能會有一些新聞報道會報出來的 那我在較早前的時份呢 去到士林夜市 和一個朋友去到士林夜市 那吃完東西的時候呢 就打算扔垃圾 扔垃圾的時候發現一間店門口呢 就提供一個給遊客扔垃圾的垃圾桶 看上去有點奇怪呢 因為呢 台灣是沒有什麼垃圾桶的 而且在店裡自己放垃圾桶 原來是有鼓滑的 那他們扔垃圾之際呢 那個店員 那個手機 手機 呃 電子用品店 手機 配件店呢 有個店員走出來 主動和我們消毒雙手 並且遞上一張100元的兌換券 那他們拿著兌換券來開支 就在邪對面同一家集團的店 然後呢 就邀請他們進去玩遊戲 玩扭蛋 扭個小禮物之後呢 就連接要我們玩第二個遊戲 轉轉落 轉轉落呢 就轉到一個免費的手機清潔服務 那頓時我和我朋友的手機呢 都已經被店員收走了 拿去消毒 啊 收走了 OK 收走了 那時候呢 在沒有手機的情況之下呢 就開始覺得奇怪 之後呢 店員主動用那些 現在很流行的按摩槍呢 就按摩我們 頸子 就叫我們一邊按摩一邊 參觀他的店舖 幫他趁他買東西 這些就是這個 稀片式手法的 控片式手法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手法啦 一個 稀片的手段 那之後呢 最奇怪的點來了 不要以為有講義沒有重點來了 那手機消毒完啦 那他開始拆我們的螢幕 就是用了發音的手機拆我們的螢幕 拆完之後發現那個螢幕 花了 啊 螢幕貼花了 那當然呢 我的朋友呢 就是台灣人啦 比較猛的 台灣人比較猛的 症症症 那他就說 欸 螢幕花了 就不如換螢幕貼啦 螢幕貼千多元台子 貴到下馬 那時候就覺得奇怪 那我叫他拿回我的手機走 那我不換螢幕貼喔 那我發現螢幕貼都花了 那最後呢 就 就 怎樣開始發現這間店有問題呢 那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啦 那那時候呢 我就走出店外呢 就準備跟人聊電話的時候呢 鬼鬼祟祟嘛 拍照拍片嘛 發現有幾個店員呢 吊著我尾喔 跟著我 可能知道我發生 可能知道我再調查一些奇怪的東西 那我發現這間店呢 呃 裡面的物品沒有標價的 它都是利用這個計數機按出來的價錢 收你錢而已 那再加上呢 裡面的店員呢 大部分的人都戴上耳機 就是扮顧客為多的 那麼 最恐怖的地方呢 就是怎樣發現店有古怪呢 那就是在這個時候 然後傳個訊息給個朋友 喂 我發現這間店有問題啊 我正在做調查 啊 估都估不到 原來它的手機在店員手上 這個訊息彈了出來 給個店員看到 那時候呢 服務欣勤的店員 突然之間沒有聲音 去 行為冷淡啊 還有 它所有的 裡面所有大了耳機的店員呢 都很小心我這個人啊 那 發現這間店有Body Pet Sheet 知道什麼是Body Pet Sheet啊 新有史 疑似新有史 那之後交由數間傳媒處理啊 現在的處理當中 那我首先 所以呢 這件事呢 我是用聲音的方法 第一次跟大家分享的 那 之後 後試如何 繼續跟大家回報 今天星期二頻道台灣新聞到這裡 多謝各位 拜拜